大家就想想嘛 你已經吸一金好幾億了 新聞報出來了 你不先討嘛 怎麼可能去報案跟開記者會咧 他導致你兩年前結婚這件事情 而且我們今天不提那個 私人的事情 海文青桃不讓婚 親民伴侶播APP練才一定高 所有報出來的 我一律提告 因為這已經完全傷害到 我很大的名譽 也傷害到我員工 傷害到我的家人 我也不需要去道歉或什麼 因為我根本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所以這些東西全都是 主堂報導 多明投自認指抗 依然海文青桃與老公黃景玉 利用一套35000元的陌生開發APP 吸金商議員涉嫌詐騙 這APP宣稱 可沒合業務開發 購買簽約者就可獲得分紅 這投資人怒批沒拿到分紅外 還被要求拉下線 根本是直銷 投資金下午協同黃景玉 KEEPUP出面澄清 前的報導不是真的 否認詐騙 我一大早起床之後收到這個訊息 我就馬上先去那個警局報案 我們都有報案三連單 所有的紀錄我們都有 然後他是說跟我們買系統 但是我們所有的 跟我們買系統的人呢 他全部都是要簽合約的 然後我們都有開發票 現在的會員人數也沒到那麼多 就算怎麼換算 也不會到吸金上億 大家就想想嘛 你已經吸金好幾億了 新聞報出來了 你不先討嗎 怎麼可能去報案跟開記者會呢 而且他說如果有吸金上億的話 麻煩 去檢查官去查我的戶口 有沒有吸金 有沒有錢進來 就實在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是 35000塊錢去買斷嗎 那是買斷 那如果月租的話 那才1000塊 月租就不用協任的合約 我是公司的負責人 我們為什麼用個人的帳戶 第一 他只要匯進來 LINE就會跳出來 跳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馬上幫對方開通 而且我再匯回公司 為什麼 因為我還有開發票 重點是有開發票 如果要吸金 誰要開發票 他不是直銷 他沒有拉瞎線 好 這裡去查 因為如果要做直銷 有直銷牌 第二呢 他說沒有分紅 他如果真的有這個人的話 那才剛加入 怎麼可能會有分紅 馬上加入馬上就分紅 這除了做詐騙以外 不然不太可能 所以現在有些投資人不買 我們是不是強調說可以退錢 這沒有任何投資 我們沒有任何投資 何必顯得清楚 他是購買我們的系統 他沒有投資 扯到袍子的部分 你有沒有覺得 蠻難的 我覺得他已經蠻無辜的 其實新住民來台灣 來工作 是非常不容易的 可是呢 為什麼一直被這樣鄙視 只是因為他的身分嗎 現在不是都地球村的時代了嗎 韓清頭也因捲入吸睛詐騙事件 被波及 不少酸民到他粉專留言謾罵 甚至說他來台非法打工 他是沒有被欺負嗎 我早上就已經哭過了 我有沒有講我來這邊是非法打工 我已經來到台灣20年了 我拿台灣的中華民國身分 已經10年多了 叫我們滾回越南 就一定來這邊 在這邊生活那麼久了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嘛 那我也跟大家一樣 每天都努力工作 這新聞報出來對我傷害很大 對網友提告嗎 我會啊 我會啊 因為我已經有截圖了 因為我們今天不提那個 私人的事情 所以我們跟那個黃董事長 他是合夥關係 他是公司的負責人 您跟他是不是合夥 我是副董事長 因為我們跟立結婚了 我們不想 因為不想談任何私人的事情 講這個報導是不實 有跟沒有而已啊 這個不想說啊 今天你們這樣子講的話 焦點模糊了對不對 就兩位是不是這麼喜歡 報導如果怎麼寫 就相信報導的話 那也很奇怪 那我看到那些富豪 我每個都叫爸爸 那我覺得他的兒子嘛 如果真的像大家希望 可以看到的結果怎麼樣 OK嘛 那等我們知道 真的有這樣的關係 或這樣的結果 那我一定跟大家公佈